嘿你好 这里是与你思光年 我是罗伊斯 与是给予的与 想听更多的节目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与你思光年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 一个人不一定就是孤独 人真的很奇妙 有时候害怕孤独 有的时候又享受孤独 一个人也好 两个人也好 一群人也罢 都是生活的态度 一个人的时候 就享受一个人的自由时光 也享受一个人的坚强和寂寞 有人相伴的时候 就享受陪伴的温暖和互动的快乐 至少 不要在一个人的时候 羡慕两个人的温暖 然后又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怀念一个人的轻松自在 不要因为暂时是一个人 就放弃自己想做的事 放弃过更好的生活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好好爱自己 我说 孤独会成就自己 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美好 谁都不会成为你的唯一 但是 会成为你自己的唯一 愿你能早日习惯孤独 享受孤独 正是因为有了孤独 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有了保护自己的盔甲 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乘地铁 一个人上楼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发呆 然而你却能一个人下班 一个人乘地铁 一个人上楼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发呆 很多人离开 另一个人 就没有自己 而你却一个人 度过了所有 你的孤独 虽败有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